如何長時間維繫一段男女感情? 長期維繫一段男女感情是一項複雜的任務, 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 讓我們逐一探討這些因素在感情維持中的作用。 1. 外表 雖然外表可能是吸引對方的初始因素, 但在長期關係中,外表的重要性會逐漸減弱。 真正重要的是彼此對彼此的吸引力是否仍然存在, 以及彼此的自信心是否得到支持。 2. 學歷、工作和收入 這些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一段關係的穩定性, 特別是在文化差異明顯的情況下。 然而,尊重彼此的選擇和努力 以及共同的價值觀比這些因素更為重要。 3. 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價值觀, 態度和行為方式。 重要的是要意識到這些差異, 並學會尊重和理解彼此的背景。 4. 飲食和嗜好 共同的興趣和嗜好可以促進關係的親密度和互動。 然而,尊重彼此的個人空間和興趣也同樣重要。 5. 娛樂 共同的娛樂活動可以增加情感聯繫和共享愉悅的時刻。 這些活動有助於維持關係的新鮮感和樂趣。 6. 三觀 價值觀和信仰對一段關係的穩定性至關重要。 共同的價值觀和信仰可以幫助雙方在困難時期互相支持和理解。 7. 性愛 再維持一段男女感情中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8. 但其重要性因人而異,取決於個人和關係的需求和價值觀。 8. 以下是性愛對關係的重要性的一些方面。 9. 情感表達和親密連接。 9. 性愛是一種情感表達的方式。 9. 可以加強伴侶之間的親密連接和情感聯繫。 9. 身體上的親密接觸有助於建立更深層次的情感聯繫。 9. 增強彼此之間的信任和親密感。 9. 滿足性需求。 9. 性愛是滿足生理和心理性需求的重要途徑之一。 9. 如果雙方對性的需求不被滿足。 9. 這可能導致不滿和緊張,影響到整個關係的幸福度。 9. 促進身心健康。 9. 良好的性生活可以促進身心健康。 9. 例如減輕壓力、增強免疫力、改善睡眠品質等。 9. 這些都有助於增強雙方在關係中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9. 解決問題和衝突在一段健康的關係中。 9. 性愛也可以是解決問題和衝突的一種方式。 9. 通過性愛,雙方可以釋放壓力。 9. 增強親密感,並在一起度過美好的時光。 9. 有助於緩解衝突和緊張。 9. 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性愛並不是維持一段關係的唯一因素。 9. 而且其重要性因人而異。 9. 一些人可能對性的需求較低。 9. 而對其他形式的親密和連接更加重視。 9. 而另一些人可能認為性愛是關係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9. 因此,關鍵在於雙方的溝通和理解。 9. 以確保他們的性需求得到尊重和滿足。 9. 並且找到彼此都滿意的平衡點。 9. 總的來說,這些因素在維持一段長期感情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9. 然而,最關鍵的因素是雙方之間的尊重、理解、溝通和承諾。 9. 無論外在條件如何,只有當雙方都願意為關係努力並彼此支持時, 9. 一段感情才能夠長久地繼續下去。 9. 上述提到的保持自信心和尊重及理解對方的意見。 9. 應怎樣應對呢? 9. 保持自信心,肯定自己的優點和成就並記住自己的價值。 9. 積極地尋求自我成長和提高。 9. 例如學習新技能力追求個人興趣。 9. 避免與他人比較,專注於自己的進步和成就。 9. 審慎選擇周圍的人,與那些支持和鼓勵你的人保持良好關係。 9. 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例如運動、健康飲食和充足睡眠。 9. 尊重和理解他人的意見和選擇。 9. 培養開放的心態,願意聽取不同觀點並思考。 9. 善於傾聽,不要打斷他人的談話,給予他們表達意見的空間。 9. 學會接受不同意見,即使你不同意,也要尊重對方的觀點。 9. 學會寬容,認識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價值觀。 9. 提高自愛意識,了解自己的偏見和偏見,並努力克服他們。 9. 總的來說,保持自信心和尊重他人的能力是發展健康關係的重要基礎。 9. 通過培養這些技能,你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支持你的伴侶。 9. 同時建立更加穩固的感情連接。 9. 現今社會,很多時候,一段感情,不能維持一段長時間。 9. 可能其中一方變心,或雙方因長時間爭吵或其他問題而結束關係。 9. 甚至自結婚而離婚。 9. 現今很多大城市的離婚率超越百分之四十。 9. 且又是基於什麼因素。 9. 現代社會中感情關係的短暫性和高離婚率, 9. 可能涉及多個因素。 9. 其中一些包括,高壓生活方式。 9. 現代生活節奏快速,工作壓力大。 9. 人們可能忽略了逃入感情關係所需的時間和精力。 9. 長時間的工作壓力,可能導致人們感到疲憊和嘴嗦。 9. 影響到與伴侶的交流和連結。 9. 個人主義文化。 9. 許多現代社會鼓勵個人追求自我實現和幸福。 9. 這可能使人們更容易放棄關係。 9. 尤其是當他們覺得自己的需求和目標無法與伴侶的相容時。 9. 溝通問題。 9. 有效的溝通對於維持健康的感情關係至關重要。 9. 然而,現代社會中。 9. 忙碌的生活和數碼溝通工具的普及可能導致人們之間的溝通不足或無法理解對方的需求和情感。 9. 價值觀和目標的不一致。 9. 當兩個人的價值觀、生活目標或生活方式不一致時。 9. 狠難維持一段穩定的關係。 9. 尤其是在結婚後。 9. 如果兩人的期望和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9. 這可能導致關係破裂。 9. 不忠和背叛。 9. 不忠和背叛。 9. 不忠和背叛是導致許多關係破裂的原因之一。 9. 隨著科技的發展,外遇變得更加容易。 9. 這可能加劇了一些關係中的信任問題。 9. 婚姻觀念的轉變。 9. 現代人對婚姻的理解和期望可能與過去不同。 9. 一些人可能更傾向於尋求個人成長和幸福。 9. 而不是將婚姻視為終身承諾。 9. 又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個體的現實。 9. 每個人的成長環境、價值觀、嗜好和生活方式都有所不同。 9. 而這些因素隨著時間和經歷可能會發生變化。 9. 這樣的變化可能對感情產生影響。 9. 並使維持一段長期關係變得更加困難。 9. 然而,儘管每個人都再不斷變化。 9. 但成功的長期感情關係是可能的。 9. 關鍵在於雙方之間的溝通、理解、尊重和承諾。 9. 以下是一些可能幫助維持長期感情的因素。 9. 共同的價值觀和目標。 9. 儘管個人會隨著時間和經歷而變化。 9. 但若雙方有相似的核心價值觀和共同的生活目標。 9. 者有助於維持關係的穩定性、良好的溝通技巧。 9. 學會有效地表達自己的需求、擔憂和感受。 9. 同時也要願意傾聽和理解對方的觀點。 9. 開放、誠實和尊重的溝通是建立健康關係的基石。 9. 彼此支持和體量,在生活中遇到挑戰和困難時。 9. 彼此的支持和體量非常重要。 9. 此意味著不僅在好時光彼此支持,也在困難時彼此扶持。 9. 擁抱變化並一起成長。 9. 認識到每個人都在不斷發展和改變,並願意共同面對這些變化。 9. 一起學習,成長和適應新的情況,可以加強感情的連接。 9. 持續投資和努力,長期感情需要雙方的持續投入和努力。 9. 包括花時間在一起,保持浪漫和關注。 9. 解決衝突並不斷改進關係。 9. 雖然維持一段長期感情,確實具有挑戰性。 9. 但當雙方共同努力並擁有上述因素時, 9. 成功的長期感情關係是完全可能的。 9. 總的來說,現代社會中存在著許多挑戰。 9. 對於維持健康的感情關係造成了影響。 9. 解決這些挑戰需要雙方的努力。 9. 以及對彼此的理解,尊重和溝通。 9. 感謝您觀看此影片,如喜歡此影片,請免費訂閱。 9. 點讚、留言及傳閱。謝謝您。